我想說 現在有 因為我自己在台灣是沒有看過 我只有看過傳說中的 如實戰績撲克牌 我也是有看過那個 那種應該是自己私下做的吧 我也不確定 是 好 那這裡 Sylender上的是德魯伊 然後Omega Leo上的是獵人 剛才志久有提到說 Sylender的盜賊其實應該是 最容易從 Omega Leo的獵人逃出一劫的 但是Omega Leo其實他很有自信 他一直上獵人 其實他的獵人 在打到德魯伊 我覺得現在 目前的獵人為什麼會 最新的是到 大概T3 上個禮拜好像到T4 為什麼會退後那麼多 主要是你打到 像是J 沒有很優勢 再來是說打到目前 是其實 只有優勢一點點 大概六四開來左右 再來是說打 譬如說德魯伊 我覺得也很接近 所以其實太少優勢 魅趣了 導致說獵人這套牌相對六四很多 畢竟獵人本身的變化性 就真的不夠高 因為怎麼 人家怎麼改還是往中速這個方向去走 是 然後很容易被人家看破手腳 對 好 那這裡應該沒什麼好想的 就是空過 因為你一定是二回合直接硬幣跳一張淬雨之花 然後去做一個成長 那如果你這裡選擇硬幣直接天生劑 那其實 你可能就走到遠了 你說這裡選擇硬幣天生劑是不是 是 那真的是牛逼 沒有 這邊怎麼想就是空過 因為這個硬幣在 下回合或下下回合 這兩個回合 二三回合之間的運用程度可以做到很大 是 只是 十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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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點想按天生劑 是不是手有點癢 因為他 我在想 他如果想按天生劑的理由 是不是想要防土狼 雖然說我是覺得 沒什麼必要 沒什麼必要 我也覺得沒什麼必要 畢竟土狼他 我們剛才只有只放一張嘛 而且你手上其實有揮擊 跟憤怒 沒有必要這樣打 那這裡 Omega Lee如果應該 直接打一張 二廢的演化 演化最好是 加工啊 包子都還蠻不錯的 或者說 加一加一 其實有很多都還不錯啦 很多 只要跟體質 死生有關的都還不錯 不要選到什麼嘲諷啦 對對對 無法指定 潛行 其實很難選到這些 因為你有三個可以選 對 你要的東西很多 對你有用的東西 對你有用的演化太多了 這邊還做一個假動作是不是 沒辦法 這一場都是幾十萬幾十萬 對一場都是幾十萬 先做臉甲動作 想說每張都滑一滑 每張都滑一滑 抖動一下旁邊 再問一下致久 你覺得這張追蹤應該什麼時候打得比較好嗎 喔 那 我應該會選加工 這張追蹤如果要選擇的話 沒事的死 嗯 下火 如果我這樣講下火的是三費 是 那麼你會想要營火天生技還是營火追蹤 營火天生技 你還是會想要營火天生技 對 你不怕四費的節奏打破嗎 嗯 我就是覺得 你就覺得天生技比追蹤還要好 對 這樣子 可是其實應該還是要考慮 費用 譬如說像是Eason剛剛有提到的是說 四費 其實在獵人四費就有訓權者 是 可是如果假設是說三費的話 嗯 就有動物夥伴跟鯊魚熊 嗯 相較來說 我覺得三費會是一個獵人比較重要的 最重要的 騰 那如果像是四費五費的時候 五費我就會覺得是一個五八八的騰 所以我就會形象說去找 是 你覺得四費倒沒那麼重要就對了 是 可是你還是要考慮到是說血線的問題 是 對 因為有時候你按這個天生技是差蠻多的 嗯 那這裡的話還蠻難的 因為這裡的話你要考慮到的時候 對方如果下一回是動物夥伴的話 嗯 其實 你可能會 直接爆開 這裡我會希望做成長吧 嗯 那這裡的話 這邊只能 只能仰賴揮擊了吧 嗯 這應該要仰賴揮擊了 嗯 剛剛志祺有提到說 你這邊會希望引火加天生技 但我倒還是覺得 如果是我啦 我還是希望引火加追蹤 因為 嗯 即使說四費比較少 只有訓權者 但我覺得 就算抓到動物夥伴也還不錯 是 可是如果你這樣考慮的話 你下回好像也可以一加三 啊 就下回合在做這樣 對對對 因為其實這個一的好數應該是 現在這回合找二費吧 嗯 我是這樣想啦 結果要找到四費了 因為這個引火可能 就不一定會打 喔 你說這個情況 引火 我們可能就可以留在手上 改打天生技嗎 是 因為有時候 嗯 在這個對局 我覺得引火不一定會下 就可能會想說 後面有機會被瘟疫 六費的瘟疫 就不一定會下 好 我可以說這個引火只有在 第一回合衝節奏比較有用 嗯 好 那他自己選擇打引火 這邊直接把引火打滿 嗯 那這裡的話應該是直接 揮擊吧 嗯 直接揮擊 把那些野獸都清一清 嗯 那這裡的話 天生技術就還蠻重要的 應該就要開始壓天生技了 因為手牌真的是有點差 你覺得這邊要先壓天生技 嗯 我覺得這裡應該會先壓天生技 這樣子就有點可惜 在說其實天生技上回了 你也可以壓嘛 嗯 你可以留引火壓 那 你好不容易抓到了訓犬者 這時候要改打天生技 會變成訓犬者有點 當然他沒辦法buff到東西啦 就是其實我覺得 Omega Lero這樣子訓犬者 就是把對方 當作 嗯 他一張截場都沒有 對對對 他把自己的打法綁得有點死 嗯 我是覺得甚至說要不要選 剛剛 雖然說有點結果論 可是 可是可能選陰角攻 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對 就是 畢竟你自己把自己 當一個T系列在打 對 其實訓犬者 剛剛稍微講到 他其實是把自己的 就是 未來的打法都綁得很死的一張牌 是 就是 就是要選可能 更好的是什麼 鯊魚小 嗯 就是無法指定的那種 都比較強一點 因為你這裡被綁定說 你不可能打訓犬者 對 那這裡如果進一張瘟疫還蠻漂亮的 那這裡如果進一張瘟疫還蠻漂亮的 那這裡沒有進一張遇連遺跡喔 那這裡應該就是繼續解 就可能再打一張憤怒 然後做一張萃蜜花 其實血量已經偏低了 嗯 偏低了 就是這種野獸都已經要解了 對 另外一個選擇可能就是 選擇硬幣直接跳 翠玉之靈 其實也是不錯 我覺得甚至說硬幣翠玉之靈 應該算是比較好一點選擇 你說零四二是不是 對對 因為你這樣的話才有機會解掉 場面上兩張贏過 然後下回可能再打3加3 應該是比較漂亮 因為如果你這裡選擇是打2加3的話 因為我如果是 我比較想攀水晶 可是如果你這裡打2加3的話 場面相對弱 對 場面還是弱 場面還是弱 因為我的想法是覺得 場面已經打不太回來 如果這邊攀個水晶的話 我如果進DK我還能打 因為這個情況用場面去駁回來可能相對難 等我辦 我因為我比較傾向就是看手牌打 OK 所以我這裡應該還是選擇去跳零四 如果看手牌來說 的確是零四二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獵人這個方面其實 一開始我們就有提到的 它是一個過於相較單調的牌組 因為它是一副過於中速過於節奏的牌 所以其實每回合的變化不多 能打的聲音就打 想要把節奏打滿 那這裡要稍微算一下血量 壓個天生劑一下回合來到11滴 然後如果場上兩張櫻火豆打的話 就會變成9滴 嗯 然後我再選擇是做一個交換的 跟防個六廢的無法 然後再選擇是做的交換的 跟防個六廢的無法 就好了 先那這裡說 現在再選擇是做個交換的 在演戲 在演戲 這裡看有沒有機會進一張結 那你打得好 打得好是不是 你打得漂亮 因為我 的確像剛剛上一回如果像志久講的 說看手牌上來說 的確是4加0加2對場面也比較有幫助 但是因為 我覺得那個速中的太慢了 我覺得速中的慢 我覺得搏一搏DK也比較好 還是你也看過這個VOD 我沒看過這個VOD 我跟羅特物不太一樣 我腳踏實地 這邊毫無疑問一定是打的 因為你既然上回合長水晶 那這一回合就是要打這個VOD 只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的預連印記要不要打 因為這裡不打好像沒什麼機會打 這裡不打好像沒什麼機會打 應該就是下一場再打 對 那這裡技能是櫻角弓 那應該這裡是 訓宣者先訓 訓宣者先訓 然後壓個天生技 然後中掉一張 中掉一張 我現在看下來 優勢回到德魯伊這邊 對 就是剛好有回饋到那張翠玉之華 就打對了 打對了獎勵 回饋到那張翠玉之華 因為血量整個拉上來了 然後再加上場面上這兩張嘲諷過不去 真的過不去 六血太多了 那等下每回合我射兩滴 你補三滴 對對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Sandon這邊似乎也不能每回合都填三甲 偶爾好像還是要用這個天生劑來稍微解一下場 怕是怕他跟不上這個天生劑的傷害 那再來 德魯伊方面還有一個問題是 剛剛我們一直提到的 他的速度長得太慢 是 結果場面上給的壓力太小 對 給的壓力真的太小 沒辦法做一個場面上的講話 只是如果自己進一張揮擊或憤怒好像就要 這樣好像撥得回來喔 喔 這個好像撐得到瘟疫喔 那這個花100%要去長 對對對 只是長完之後 我們要先看一下 長完之後要怎麼打 可能要想一下 我覺得如果要拚一點好像可以打翠玉之靈 翠玉之靈這一回合是還可以打 應該要算一下 這也要算一下 如果你打翠玉之靈的話場上是 他選擇做破防者 選擇繼續保障嘲諷 可是是不是 破防者是一個好選擇嗎 等一下 我們好像 這樣結束嗎 還沒辦法 擊殺場上是 差兩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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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還是很期望去 可能我打得太保守了 我會期望去 弄盾喔 算想一下獵人有沒有辦法擊殺 好像也 有有雙擊殺 雙擊殺就會死 對吧 一個擊殺打仇 另外一個擊殺打仇 這裡我比較傾向是放狗 然後上武器 然後都打頭 然後都打頭 因為你要考慮到的是武器要砍兩次 對 所以我這裡會上武器 武器這個也續用 然後下回可能就是 天生技擊殺 應該會死 就是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他這裡選擇 因為這裡另外一個選擇是打擊殺 可是打擊殺的話 你 你沒辦法打兩次 就是 你的放狗變成說 沒辦法使用 是 我覺得Standem剛剛 打這 那個破法子我覺得不太好 我自己覺得不太好 小小小小小的不好 那這裡打瘟疫剩7滴 那這裡打瘟疫剩7滴 那就要看 Omega 例如我這裡 喔 Surrender這裡有沒有機會是 又是一張瘟疫 又是一張瘟疫 那這裡就要防 防放狗 嗯 因為剛好手上是5滴嘛 然後如果加上放狗的話就是7滴 對 如果 Surrender這裡沒有防的話 尷尬 這裡要防就是生物都送 對 生物要都送掉 他有在想 他有在想 基本上有在想 那就是送掉 那就是送掉 我先把餓餓的花送掉 再把破法子 去護死 是 他不會想貪這兩點傷害吧 因為你手上還有第二張瘟疫 其實你不用貪這兩點傷害 對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 對於場面來說 唯有影響的就是放狗 嗯 而且我個人還是傾向就是 有有有 檔視出來 那張放狗 應該要打掉 有上一回合 就是 Omega6應該是打錯 就是他沒有把放狗打掉 所以等於說 你多回饋那3滴的話會贏 因為像 我剛剛稍微講一下 放狗是一個可以防的東西 是 但擊殺是防不了的東西 它是一個突發 因為你擊殺你只要有生物 你就可以做一個傷害 對 那放狗你只要 你要取決於說 對方有幾張生物 沒錯 我是覺得還蠻可惜 就會變成說放狗到後面 對方越有能力去做一個控場的時候 你的效用會越低 是 那這裡的話應該 壓個天生劑下個獅子吧 但Sender也是打得不錯 然後武器可能要砍掉 因為武器不太可能去接生物 我們還期望進第二把 就趕快找傷害 就趕快找傷害 是 這個打得好極限 好極限 很能力 我是覺得好可惜 有剛剛牌子 還是剛剛不打放狗 變成說 沒有機會打放狗 對啊 因為 就是要等對方失誤 對 就真的差這裡 好 那這裡我們進的是 翠玉 翠玉樹巷 那這裡撞掉 然後 打個六費瘟疫 應該還蠻安穩的 要打瘟疫嗎 我會打瘟疫啊 就是五五撞掉嘛 然後叫兩隻瘟疫啊 我感覺有點危險 這應該是最穩的吧 終極瘟疫不好 終極瘟疫的血量如何 終極瘟疫的話 加五啊 加五 一樣一樣 七滴 可是一樣啊 因為他的土壤會換 如果進擊殺的話也都一樣 對啊都一樣 好 那進的是 螢火 只是這裡 下一會兒就打瘟疫 就聞到不能再聞 對 打瘟疫就可以說就結束了 因為獵人的傷害已經沒那麼高了 那這裡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打法 也沒什麼打法 生物丟一丟射一劍吧 應該射一劍吧 然後我在想的是 好像生物可以丟一丟 對啊生物可以丟一丟 放狗再留著嗎 放狗 留到敗部嗎 沒有 因為放狗其實好像 就是我剛剛在想是 如果要配擊殺的話 是不是要留螃蟹 只是想想好像也不用 對啊其實真的沒啥好留 沒有因為你有放狗 這樣說下來 在前幾回合 放狗跟擊殺的使用 那邊真的還蠻關鍵的 真的有點可惜 其實 獵人打到 德魯伊 有時候那個血線真的是 拉得很近 對 我自己打起來就是拉得很近 就是 常常會差那幾滴 然後你會 有可能會被德魯伊 奶回來 因為德魯伊在前期 是還蠻難處理獵人的生物的 所以我覺得前期盡量打 把獵人自己打像提起獵人會比較 打兇一點嗎 對 就盡量去做搶鞋的動作 對 或許像智久在最一開始提到的 他的那個追蹤追 呃 訓權者不是一個好選擇 嗯 就以結果來看 稍微有點太被動 他打得太節奏了 那這裡就把場面也換了 這邊應該是會被磨回來了 那來到血線也是 沒什麼辦法 只是Surrender 最後剩下 好像就只剩下 賊 是不是 Surrender Surrender剩賊 因為剛剛Omega Leroy 德魯伊過的是賊 對 那 如果這樣的話 Omega Leroy應該是危險 好 左思右想 嗯 這邊射一下 下一回合 德魯伊轉的天生技是9滴嘛 9滴就完全超過斬殺線 9滴完完完完全超過斬殺線 好 放狗放滿長 好像也過不來 對也過不來 終於是也過不來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散播瘟疫好強 真的好強 所以你覺得改六費還是一樣強 還是一樣強 太強 本身效果 一定不是幾費的問題 那個效果我覺得幾費都還蠻強的 其實我覺得改六費真的是平衡很多 的確是平衡很多了 但是他的 我的意思是說 是這個效果很強 因為他的效果是一個 懲罰鋪場的概念 是 有點像以前的放狗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 主要是他跟著啟動一起熱浮之後 差很多 對 不然之前懲罰鋪場的 之前搶到歪頭 因為之前太懲罰鋪場 就是你只要看到薩滿鋪一堆 我直接啟動一個六費瘟疫 其實薩滿很頭痛 嗯 那像現在幾乎沒有 爆掉慢丟了 其實影響不大 像現在幾乎是沒有那個 沒有放啟動 所以其實 你的瘟疫腰很後面才會打出來 其實差蠻多的 我以為徹首會打那個 陸葵 然後四加四 那他選擇是要打六費的翠玉巨獸 其實都可以 因為你的血 你剛剛說的血已經拉過獵人的長大線 其實稍微聊一下 我自己覺得 壓死獵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那個快速射擊 他被退環境 因為快速射擊在當時 剛出的時候 的確救了獵人一命 就是說 我讓你的傷害再往上拉高了一點 但是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這三點真的很重要 而且再加強獵人的補牌 對 又加強補牌 所以張牌退環境之後 獵人就一直都是 比較後段版 所以你對獵人也是略有研究 略有研究 略有研究 我以為 所以台灣獵人神是你 不好說 像獵人這麼後段的東西 也沒殺人在玩 真的也沒殺人在玩 但就是很可惜 因為獵人現在其實最需要的就是一個 像剛剛提到的快速射擊這種 稍微補傷害的東西 但是現在暴雪一直出給他的是 控制 對 往中速 往控制 對 對 對